大家好,我是飞飞对,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不要去强推Panetware的这个项目 为什么我又在今天会给大家强调这个事情呢 因为随着春节的到来一个长假过后呢 大家都有在和自己的朋友、亲人啊还有同学进行聚会 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有的人呢通过这个时间段 向自己的一些朋友啊、亲戚啊或者同学进行推广了Panetware的这个项目 而中途呢就发生了一些小的插曲 就是有的朋友呢不光是项目没有推陈 而且呢被这些朋友进行了一个孤立 就觉得他做的这个事情是拿不上台面的 他做的这些事情是歪门斜道 大家呢反而对他敬而远之 其实在看我节目的一些老观众啊 也知道我在去年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 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呢小胖呢 他原来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当经理的 然后他因为去给同事推广Panetware的呢 然后造成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最终呢也丢掉了工作 导致呢现在也混得并不好 这里我想要说的一点就是Panetware的这个项目 你要去推广它的时候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推广 也不是说你见着人你就去给别人说这个事情 看着人你就和别人去聊这个事情 非得让别人去用你的那个邀请码去注册去下载 然后去参与进来 当然你这样做一旦成功呢 适合你带来一定的 币量就是说你增加你的那个亡方速率 是会给你带来好处 但是我们人也不能太自私 如果你一旦去打扰到别人之后呢 你这个事情就要适可而止 马上就要停止下来 终止下来 不要去给别人的生活造成困扰 这呢是我们一个做人的原则 这里我说的是 你跟别人推广 为什么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我们讲在合适的时间 在对的时间 去和别人说这个事情 那么地利的话就是在合适的位置 或者说在合适的环境 去给大家沟通这个事情 那么相遇是比较合理的 那么再一个就是人和 这人和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 并不是说所有你身边的人 你都可以去给别人说这个事情 每个人之间的关系 处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关系程度的好与坏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比如说是你最好的朋友 哪怕是你的闺蜜 或者是你的铁哥们 那么你们去聊这个事情的话 推广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么他表示一个反对的 那么他不想参与的这个情况下 好 你四个儿子停止了 那么你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的间隙 那么他还有可能发表他自己的观点 认为你的这个项目哪里哪里不同 那么他还会说出他自己的一个观点 和你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是吧 这个对你们之间没有太大的影响 如果说你一旦去强推的话 可能他也会造成一定的烦恼 但不至于说是影响你们的一个友谊程度 但是这仅仅只是说你是一个知道度的人 就是强推 不是天天去跟他强推 如果你天天去强推 谁也受不了 是吧 那么再说第二个 有普通的朋友 你就是提一下就行了 那么他愿意去往下询问 你就接着给他说这件事情 怎么样的一个内部情况 怎么样的一个操作过程 然后你才慢慢去讲 他愿意做就做 不愿意做就算了 就拉倒了 就不要去再去太多的过多了去拉着别人说 而有非常多的我认识的派友 他们对于这个事情就是看不透 就觉得说是这么好的一个项目 就是减钱了 就是怎么的 就是未来上市之后 就是给减钱似的 每天点一下就是拿了很多钱 我为什么跟你们说 你们还老是有言不敬啊 他是抱着这种一种态度 去给别人去推广的 谁会受得了 这个人稍微有点熟了 或者刚刚认识的 刚刚加好友的 或者说是没认识多久了 就直接跟人家发过链接 发过后去说 这是一个好的什么东西 好的项目 你去参与吧 这个保证上你以后会发财 发大财 你去搞吧 那谁会搞啊 你这不是搞得就跟骗人一样的吗 就跟骗人一样 并且还在我们这区域啊 这个项目 Panetware的项目是被列为传销的 你要搞清楚 这东西你推给别人 不是害别人吗 是吧 他既然不养于玩 你就不要去给别人推 我还记得我在没有加入Panetware之前 有一个比较年老的一个老婆婆嘛 他也在玩这个PiREB 因为我和他也并不熟悉 只是说经常会见面 看得到就是随时邻居的那一种吧 那么有一天他突然就说 小伙子你用的是什么手机啊 我就说我用的是什么什么手机 他说你用这个手机 我给你一个软件 你以后用这个软件的话 可以怎么怎么着 这个软件的话 给你带来很大的财富 我当时听了之后 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啥东西啊 靠谱靠谱啊 然后他后面跟我说了 是Panetware的 其实那个时刻 我已经了解过Panetware的 我也没参与 但是我已经了解过 但是他以这种方式 跟我说的时候 我保持比较大的一个反感 说实话 我和你非情非故的 我只是和你偶尔碰面 只是一个邻居的关系 你动不动的看见我就拉过来说 哎你要参与这个项目 这怎么怎么的 你说的太夸张了 我肯定会保持一个 比较防备的戒心啊 那么就算是一个好东西 你这样跟我说 我也会保持一个 比较远的距离 所以哪怕是一个 再好的项目 你不要一开始见面 就给别人说 怎么怎么样 还有啊 在过年的时候 大家一起据事 真敬感情的 不是听你在这里 拉皮条的 拉客人的 因为那个被孤立的朋友呢 我也见过几次 我也知道他的性格是那样的 他比较耿直 也比较直接的 据说了 他去给别人推广的时候 就是一见面 没说到两分钟 就是见面 就直奔主题 就告诉人家 怎么怎么样 这个项目怎么怎么样 说出一些很宏大的理念 还有亲戚聚会啊 朋友聚会啊 开门见山 进去之后 做了就给大家讲 他在参与的 这个Panetware的项目 以后啊 这些数字货币啊 以销啊 这些区块链 会代替这些现在的 一些法令货币 就说啊 你看以前的现金 大家都在用 现在大家都在用微信支付 和支付宝支付 没有人用现金了 也可以给大家说 这是一种变革 就像他在玩的 这个Panetware一样的 现在你们刚看到 他是免费挖 那么他以后 一旦成功起来的话 你们所有的现金都不用 大家都在用这个派币了 其实他对Panetware的 理解和了解 也是比较浅薄的 但是他给大家 说出来的东西 就说的非常的大 非常的高大上 而且说的有点不接实际 就是说 Panetware的项目方 给大家所说的这个愿景 是这样的 就是以后呢 希望建立一个生态 然后大家在这个生态里面 用派币进行支付 进行运作 是这样的 但是从他口里面 人家得到的这个信息呢 就变了 变了一个味道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以后大家全世界的人 都不会用法币 都不会用自己国家的币 都跑去用派币去生活 就是说 现在是派币 是免费领取的时机 以后的话 等到真正大家用派币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值钱 那么对于他的朋友来讲 就是 然后我听到就是 现在是免费拿 以后会支很多很多的钱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天上也不会掉线本 这是大家一个固有的认知 你当这样 跟大家说的时候 大家其实是保持一个 比较排斥的 人家没把你轰出去 已经很好了 确实 Pi 有说过 他以后的愿意 是要坐立生态 那么生态建立成功之后呢 大家可以用 Panetware的币 进行去支付 那么去购买你的服务也好 购买产品也好 在这个生态中运行起来 他也想去取代那些 不诚信的一些法币 那么当然的话 他也不是说绝对的 人家有这样的愿景 但是要落实起来的话 并不是说 很快就能达到的 是需要漫长的步骤 有可能是一年两年 也有可能是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甚至更久的时间 在未来 区块链肯定是一个趋势 是一个技术 但是当一个技术要落地应用 和我们生活中的 事事物息息相关的时候 它是需要走过一个 很漫长的过程的 而这个过程中呢 是我们人类 慢慢去接受的一个过程 也是技术 慢慢发展的一个过程 而你给大家说的 这个东西就太夸张了 是现在免费链 以后支很多钱 这就太夸张了 并且你是贱人又推 亲戚朋友推 兄弟姐妹推 不放弃每一次聚会的时间 都去推广他 大家不顾虑你 顾虑谁啊 就算大家知道这个东西 但是以你这种方式强推 强加于别人的思想 大家也会远离 包括就是你在推广你的时候 有的人可能直接站出来反驳你 但有的人可能不直接反驳你 但他内心里面会鄙视你啊 他就想 既然有这么好的项目 那为什么看你现在没有挣到钱 你还是要拿事实说话是吧 现在最尴尬的情况就是 没有事实可以证明你这个项目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项目现在并没有落地 并没有让你挣到实质自在在的钱 你要拿结果 你要拿案例来说话 才有幸福力 才有说服力 而你没有幸福力 也没有说服力的情况下 你还去强推 那大家不顾虑你 顾虑谁啊 所以这一切都是自找的 所以在这里啊 我觉得大家在推广 Panet World的时候 一定要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 尤其是在你的朋友周边 亲戚周边 以及同学周边 在线下 你要去给大家聊的这个事情 除非是说你们之间的关系 大到了一定的程度 或者说他对这方面的信息 比较感兴趣 他对区块链比较感兴趣的 那么你们有共同的话题 愿意去探讨的 你可以向别人去提一下 而不要是什么人 你一张嘴就来 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 如果你还是喜欢看见一个人 就去给别人推一下 看见一个人以后别人推一下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好吧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收到我的视频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拜拜